過去運用AI進入深度分析 在諮詢院開心上台頒獎 不過萊豬爭議未檢 戰火還一路從立法院往外延燒 讓性供肉品成為新戰場 台灣無論養豬業者 肉品出口業者 都是戰戰兢兢 長年努力 那他們都非常肯定 政府守住非洲豬瘟 政府口提拔針成功 請問蘇院長 國民黨逮到機會猛攻 藍綠針鋒相對 其因就是前一天在立法院 朱貞昌跟立委蔣萬安的 這一段火爆巡達 兩週前我到屏東 我去看了豬農 我實際去看 他們跟我反映 他們很擔心 他們的養豬產業受到衝擊 你看哪一家 所以 你看哪一家 他們叫我不能不能說 你就是這樣 他們怕被查水表 委員你這就是不懂 那個性供出口豬肉 到日本 他還是國民黨中常委 兩人唇槍舌戰 蘇貞昌不但質疑蔣萬安 不瞭解豬農更直接點名 信公肉品董事長楊柏仁 同時是國民黨中常委 非常支持政府 但蔣萬安臉書隨即公佈視察影片 緊接著信公也發聲明 澄清蘇院長11月9號到廠參加 峰貴一試時 全程沒有提到萊豬議題 而且當天董作楊柏仁也不在 信公更澄清 絕對不使用美豬 完全不知自我檢討 然後自己做錯事 還想要拉別人下水 這樣子民眾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並不是指哪一家公司 支持含萊克多巴胺的肉品進口 不要誤會 國民黨跟信公肉品 接連反駁澄清 蘇貞昌也不囉嗦 說是誤會一場 藍綠到底誰比較瞭解地方豬農 成為了新戰場 環宇新聞張家寶廖品君 台北報導